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米尔皮特斯峨眉功夫教的时候 Steven跟我来学 2005年 2005年 然后事隔几个月以后 在飞忙又开了 峨眉有好几个点 树海也开始就学 他们两个很意思 他们的孩子都在练功夫 练武术 然后他们刚好那时候 顺便看我刚开课 都一直跟过来 一路跟过来就15年了 两个都很多故事 他们自己有很多练太极的切身的经验 在养身上也好 而且比赛上 树海做我们协会的秘书长 做了很多幕后工作 除了他自己来锻炼身体 非常坚持得很好 很文文气气 一看标准工程师 他是很早从新加坡来的 然后练了后 因为这个文化修养很深 练太极真是体现实的那种中庸之道 不声不响地练 然后他身体也起了很多作用 很大的效果 然后斯蒂文也是参加很多比赛 但是树海同时也做武术的裁判 做多年的 还有武术和太极推手的裁判 蛮好 梁恩是热心地 自己练太极 锻炼身体 授意 而且为太极的推广 为太极协会的工作 做出大量的工作 我听到彭老师介绍你们两位 我看到他的这个 真的这个表情都不一样 可见他对你们俩的这种 特别的感情 树海你当时是学生 是你的孩子在学嘛 那你怎么开始学的呢 对 就是很凑巧的 彭师傅在 那个Primon 那个儿媒舞馆 开新课的第一天 我就正好在场 然后呢 那个馆长呢 就向我大力推荐 说彭师傅的功夫 是很传统 很高深的 不能错过那个机会 那我就好 那我就去试试看吧 结果一次呢 就很喜欢了 然后呢 给我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 实际上我比较注重养生方面的 然后呢 给我最大好处就是身体健康的恢复 你以前是怎么样清醒呢 在学这个太育拳之前呢 我那个 因为长期工作 我会被发炎 所以有疼痛的问题 然后那时候呢 每周我都要去做治疗 如果不做治疗的话呢 是 就没办法 像没办法生活似的 然后呢 刚开始学这个太育拳呢 我就觉得 真的有改善 不用在美洲去做治疗了 然后渐渐的 不知不觉 再也不用去做治疗 所以从那时候 就不用再去了 就觉得完全好了 就算工作再忙 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有这个太育拳的帮助 15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你身体做了 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大的明显的改善了 是吧 Steven 我听说 你就有很多传奇故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越南来的 从越南来的 越南华侨 越南华侨 我是1978年逃出来的 来八年来美国 难民 难民 对 那你这个是 对武术是怎么样的一个渊源呢 是这样子 我是练武术已经30年了 我就头15年是练少林的 那个外加拳 然后呢 我儿子也是练拳的 在武馆那边练 然后2005年的时候 就武馆那边就盛传说 有一位大师来我们武馆 很了不起的太义大师 当时 你当时想着 我都学了30年了 你到底是什么大师 是不是这样讲的 对对对对 那尤其是他说太极的 我说太极吧 可能就是那些 老八老嘛 在外面练太极那种套路的 那我就好 我就来看看吧 那就师傅那天来的时候 我就 抱着来给你比试的态度来了 对我最后还有asti South 我就是有很多 用得一个质量 就是要订留一下 那个推手跟那个琴娜 真的不得了 真的是有功夫 然后就这样子爱上了 就2005年到现在 就有15年的时间了 这个听起来讲 就像Steven这种人 他是喜欢挑战的 但是练了30年武功的人 在彭老师这边 他也觉得就是真的就服了 对吧 彭老师的功夫 到底到了哪个程度了呢 我想成都是 真的是 advance, advance and advance 这是Grand Master的那个程度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请教师傅的时候 请拿手 还一弄 我们就知道多厉害了 那因为我认了 那个太极的推手 还有那个套路 但是推手以后 那请拿手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因为在生活上面 很有知识 对 我可见这个 我觉得彭老师 也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个跟您学了 这个15年的学生都还在 对 而且还非常的敬佩您 他们一个都各自自己的经历 Steven在越南 像他的经历讲 后来他说从小 挖子弹投往飞台北去 那个战争年代 那边他很胆大 经常看到那么死人 在海上漂了八个多月 看着人死了就丢到海里 我就看着这个人很胆大 自定性格开朗 人如其名 我观信义 就观光的观 我信义 观信义 讲信用 义气 而且他也确实爱试 他刚说了 在课堂同学们 他们聊了说 这招怎么办 看到别人什么勒脖子 就在外边 什么防身术 被这样攻击怎么办 他老提问题 我说谁提 谁来试 做靶子 他想说 然后说别人掐脖子怎么办 别人后面搂着腰怎么办 别人拿着这个棍子打你怎么办 他请提问题后老试 他性格开朗 也老在试验 而且参加很多比赛 我说你只要适合比赛 老张一壮 他年龄真的很大 看他儿子一路长大 美国的ABC都很壮 现在Steven多大了 我今年是57岁 那你真的显得很精神 我是中年人 但是我的身体是 没什么问题的 那个五十肩 你想说我的身体是青年人 对不对 对对对 像我儿子的话 他看到我也胖 因为我有时候 我叫他来试 打不过我 他也是打黑带的 那我是黑带六段 他是黑带的一段 那还是每一次 我们就试试看 他就设计是 以后就不敢了 你儿子打不过你 你打不过彭师傅 可见彭师傅的武功 已经高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 对 这真的是寒而不漏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 我们在Silicon Valley 湾区有这样的一位 大师级的人物 来弘扬中国的武术 我知道Steven 你也是蛮喜欢参加比赛的 对对 所以你也参加推手 是吧 也得了冠军 对好几 好几届的冠军 好棒啊 因为是这样子 我觉得太极 如果练太极的话 只练太极 不练推手 跟那个琴郎 就后来就抢空 因为推手的时候 就说像年终考试一样 那就说 到比赛的时候 你一年来怎么练 到时候 到上一年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料有多少 那我是有一年 我就跟一位比赛 那个人比我年轻二十岁 他比我重 一上场的时候 他的气势很厉害 他就觉得 这个老头子 一定把我干掉的 然后呢 后来是七比零 我赢了 那他就 他力很大 但是我都借力 我就把他摔了 摔了好几次 因为我们太极推手的时候 一摔的话 摔到地下的话 就三分 所以他就摔了两次 就六分了 所以他很不服气 他的手臂 比我脚还大 很壮 很壮 非常壮 他在陈家沟 也练习了一段时间 他来这边 就是要想 拿冠军的 但是很不幸 遇到你 遇到我了 就跟师傅学了 他就输了 他就很不服气 但是 结果是 李少康 对 你讲这样 我真的好想看一下 你这个比赛的 这个精彩片段 对 师傅特地 把你比赛的 这个片段 带过来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你在赛场上的风采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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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